大家好,这里是宋叔新宇,我们今天下午刚谈完老金,金教授他又发言了 大家知道LK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绝大多数对公共媒体的发声都是金贤卓,金教授,威廉玛丽学耀的讲座教授金教授在对外发言 而LK他们两个人对外的联系极少 实际上在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韩国的三大电视公司KBS,SBS,MBC,对吧 但实际上SBS是比较早的通过视频采访过金贤卓教授的 当时这个记者叫金永泰,金永泰,有意思吧,这韩语实际上就跟韩语差不多 这个金永泰记者因为他不是业内人士,他因为采访的比较匆忙,他自己说没做功课 所以当时的8月份的采访是在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 并且和他平常的社会报道相离比较远 他很多时候无法理解金教授的一些专业数据 也无法提出比较深入的科学问题 这个确实是比较郁闷的 不过当时金教授是信心十足 就是网上流传的YouTube采访视频的 因为他自己认为,记者认为他自己的专业知识欠缺 所以现在有了Nature的这篇报道文章 他觉得我有必要再和金教授联系一次 所以他就通过邮件采访了金贤德教授 威廉玛丽学院的讲座教授金贤德 通过这次邮件采访的还是问了很多问题 主要就是当前的LK99负面的一些研究成果报道 今天爆出问问老金你是怎么想的 你还是那么有信心吗 所以这个事和我们前面讲的还是比较照应的 这次他虽然通过邮件党的邮件采访的 但是邮件采访的可以说书面表达 可能更全面一些 在这个邮件采访中 就SBS这位金勇太记者对金贤德教授的邮件采访中 金教授依然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信 仍然相信LK99具有超导性 并且说别听了一下负面评论 我们看一下他详细的采访 那么采访中的记者先说了目前的背景 现在The Nature引用了马普的一篇论文 讲你这哪是超导体 你连绝缘体你连导体都不是 是吧 另外呢 韩国的LK99的所谓韩国超导低温学会 对这个进行验证的 看起来呢也不是很乐观 那么现在你对这个情况是怎么看 就问这个金教授 现在这么多的这个研究都好像表明你们不对 老金说呢 金教授说呀 他说目前啊 我们已经投稿了 跟我前面那个视频在下边发的那个留言一样 他说期刊论文的审稿啊 报告即将出来了 我们正在准备预期的论文呢 就是我们要正式发表了 不是在Archive上发预印版论文 那关于说 Nature那篇文章啊 他认为不值一提 他说自然杂志那个文章啊 他是没 不是搞超导的人 他搞的 他只是把一些经验汇编 你别听他们的 我们的论文才展示了超导性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超导性呢 哎 我告诉你们 你们太着急了 老金同志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花了两年时间 讲他过去那个MIT的经历 就是被韩国物理学会 第四那个啊 就批评开批多会呢 我们上一个视频讲的话题 他说我花了两年时间 验证我的MIT 就金属GNT转变的这个理论研究 并且呢 在公读博士期间啊 这个他的这个 把他的这个论文啊 是反复的做实验 两个人花了一年半的努力 才弄完 现在什么时候啊 现在还不到一个月 你慌什么呀 比较粉 现在他认为大家有点慌 是吧 那现在老金的意思就是说 LK99啊 是存在史文超导项的 但是我们现在对超导的问题啊 看不上有点过热了 我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冷静下来 所以这样的话 对我们才有好处 哎 你看看他都认为需要冷静下来 那啥意思啊 我们搞了这么长时间啊 你一个月就想知道我们结果吗 稍等稍等稍等 那么现在呢 他认为呢 降一下温度是有好处的 LK99室温超导的话题太热 实际上是不利于这个研究开展的氛围的 咱们说实在的话 这个话说的基本上也是有道理的 这个科学研究啊 他不是爆炒社会评论热点 因为他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现在呢 那这种过山车式的 LK99的研发报道 复线运动 确实是呢 消耗了很多的社会资源 并且呢 也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现在实际上呢 已经到了LK99 他们自己爆出更多详细资料的时候了 现在他们不是说了吗 我们论文已经投了 我们就等待结果呢 这是啊 老金金贤德教授 对于韩国SBS记者金永泰采访的这么一个回复 就是说 自然说的不算 别听他们 很有意思吧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样 我们是该相信老金呢 还是该相信自然杂志的报道呢 我选择呀 看论文 我选择看论文 实际上啊 从Archive恢复更新之后啊 又有十几篇论文出来了 那你说这些搞研究的人 对于这个一眼假的LK99 为什么还表现出这么大的热情呢 不光针对LK99的论文度 而是别的史文超早的论文 也出来了 很多 这两天呢 我正在看 明天呢 咱们再出一期论文的这么一个阅读 给大家介绍一些啊 其他的 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北师大呀 山东师大呀 他们也有一篇论文 也讲的挺好 所以呢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子弹还在飞 老金认为啊 你才飞了一个月 原来没到时候呢 好吧 我们只能wait and see了啊 那好的 关于SBS采访 金贤卓教授的这个消息 和大家聊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